农村一种植物泛滥,在荒坡空地和树上,有可见它的身影,它的生命力相当顽强。 农民伯伯把它的藤蔓砍来烧掉,但是每年都生长旺盛。 如果不及时处理,还会长到庄稼地里来。 它就是让人讨厌的隔藤,很多人不知道它的价值珍贵。 它的快根在扶桑国可是皇室特工饰品。 那它有何价值呢? 我们一起来简单了解一下。 喜欢植物类饰品的朋友们,请加个关注吧。 谢谢大家支持。 隔藤的是粉葛及椰葛的地上藤蔓部分,长匍匐生长或缠绕在树上,是豆科隔属多年生落叶藤本植物。 形态特征,隔藤有黄褐色短硬毛,总状一生花絮,三出腹叶长柄,拖叶长椭圆形,隔藤肥大的肉质快筋,胃可食部分,是要是同源的健康食品。 用它制成淀粉,称为隔粉,含有隔根素及黄豆袋,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等。 隔藤花具有行酒解酒作用。 传说中的谦卑不醉,指的就是隔藤花,应酬场上的人们喝酒前后不妨试试隔藤花泡水喝,对身体的伤害会大大降低。 这种隔藤花虽然对于经常应酬的人有一定的帮助,但是喝酒虽好也不要贪杯。 为了自己,也为了家人,要好好保重自己。 适度饮酒,酒后不开车,才是好宝宝。 隔藤的筋皮纤维可以织隔布,也可做造纸原料,隔藤以根入药,它的中药名为隔根。 素有北深南隔,亚洲人参之称,主要含有黄酮类,及造肝成分等。 好了朋友们,隔藤就介绍到这里。 更多植物介绍持续更新中,谢谢朋友们关注与支持。